到底應該 多一個批次 然後應該要抓哪些資料 原來X是從那個input box來 那現在是抓清單 所以關鍵在這裡 從清單裡面一個抓一個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可以很快的做出我們要的效果 所以再來你可以在這邊再加一個按鈕 把它按下去之後 它就會有一個 批次的效果了 不過它會 當這個效果做出來 最後又切回到第一個 但是呢這個有個缺點就是說 如果你再按一次的話 它應該會卡住啊 為什麼我再按一下 為什麼因為 一樣的名稱所以你要怎麼樣呢 做這件事情之前 你要先把舊的全部刪光光 那全部刪光光的話你可以不用重寫嘛所以你可以什麼call 先怎麼樣呢 呼叫什麼呢 批次刪除 有沒有所以前面已經做過了你就不用再重寫就直接用call前面加個call批次 刪除工作表 有沒有 就是在 做篩選之前先幫我把舊的全部刪光光OK那這樣的話呢我們在在執行的話應該就不會有錯了所以這邊的話 不過記得喔如果這樣錯掉的話 要把篩選先切回來 不然的話還是會說因為 這個篩選它沒有辦法 判斷說 Tru或False 我有試過了 所以變成你要可能要注意一下它的狀態 然後 再批次篩選 這個時候就OK 因為 它會先刪掉 再重新新增OK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 可以 不過你會發現喔 它有一個缺點就是那個閃來閃去的問題 那閃來閃去我們前面講過嘛 如果你不要讓它閃動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在這個地方加上一個什麼 Application 所以你會想Application太重要了 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它有個畫面 畫面就是 screen screen updating 等於 False OK 不過講到screen 我就想到我昨天那個 我的手機 就不小心 手滑了一下 然後screen呢就正面向下 然後我想說 因為之前摔了好幾次都沒事 想說這次摔一下會不會怎麼樣 一拿起來 終於可以換手機了 因為用了它兩年啦 用了兩年 所以 手機對我來說是耗材啦 但不是說我常常換 是說我買 手機的心態是耗材 所以我只要這一支壞掉沒有關係 因為我還有備品 我就把SIM卡插過來就OK了 對我來說換一支手機其實沒有那麼影響那麼大 但是對我知道對很多人來說是 很大 因為你已經所有東西都在上面 因為現在有雲端嘛 所以所有東西都載到雲端 換一支手機登錄一個帳號 所有東西又從雲端 又重新幫你換到一支手機上了 有什麼差別 沒差別嗎 所以對我來說沒有影響 所以我就拿我老婆不要的手機 這也很好用 放口袋也OK 因為這支手機很厲害 有一次我們去那個日本 玩的時候 去那個藍山 結果他拍照他說 因為現在很流行拍照 就是要跳起來拍照 然後他說 你幫我拍照 然後就拿著那個什麼 自拍棒夾住 他怎麼夾住很穩 結果他一跳起來的時候 一甩有沒有 那個夾具沒有那麼 力量沒那麼大 沒辦法夾住 所以 我在拍照的過程當中看到那個 他的手機 拋到他兩三層樓的高度 然後在自由落體 掉到地上 發出一個啪的聲音 我想當下 整個那個氣氛就很凝凝重一點點 結果呢 去把那個手機拿起來一看 發現 實在是太強大了 因為居然沒事 就這支手機 這麼厲害 不過不曉得是不是因為運氣的關係 他這再也沒有 摔過啦 不過我想反正沒有摔壞 表示他應該很耐用 我就拿來用了 因為他後來也換了手機了 所以這支我就把他拿來用 OK他是那個啦 他不是Apple的 他是OPPO 大陸有一家叫OPPO 算蠻好 因為他 算是那個大陸的手機裡面 現在 排行榜低嘛 又超越華為啦 超越一些什麼中心 超超越 算是他蠻用心的 因為 他雖然山寨 可是山寨的已經山寨到 極致了 做的其實跟那個 Apple還蠻像的 OK 所以這邊的話有個screen 因為我screen想到那個我的screen 呈現那個蜘蛛網狀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 把他 記得把他怎麼樣 關掉之後 然後最後記得要把他打開 我前面講過 就是如果你沒打開的話 他將來就不會 OK 就會 就是變成說他 就不 畫面就不幫你更新了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P次篩選 也不這樣看不出來 有沒有 而且你會發現喔 感覺 你如果有 關起來 他相對的 甚至會比什麼 比剛剛的查詢速度還快 主要原因是因為如果你 一直在閃動 他其實 電腦的CPU 也在幫你 重新畫那個畫面 重新畫那個畫面其實也 非常的 會佔用很多的CPU的資源 或VGA的資源 所以相對的 這樣子速度又會更快 當然因為我們只有六個人 如果你有六百六千個人的話 哇那就速度快很多 哇全部自動化 你會覺得這感覺其實非常棒 接下來的話呢 當然我們還要再做產業別 產品客戶名稱 那要怎麼做呢 基本上呢當然你一一 你可以怎麼樣 把剛剛這個P次篩選業務怎麼樣 一般直覺是Ctrl C嘛 貼上對不對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什麼 漏了 這邊這一段有沒有 Ctrl C Ctrl V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P次篩選產業別 然後改哪些地方這個固定嘛 然後 這個的話呢就是應該 清單裡面不是A應該是B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B 這邊也要改成B 因為抓的是B欄 不是A欄 所以這邊改成B 好 所以 1 貼上 2改這個 然後改這個 改這個 然後還改哪個呢 再改 Field 改多少 改4嗎 因為要查的是 這邊的第四欄 有沒有 剛剛是在 業務的話是第3 產業別是第4 好 改完了嗎 改完了 產業別就OK了 試一下看有沒有這麼厲害所以你基本上我剛剛只有做少少的動作 一個 名稱不同 這個 這個 跟這個 其實總共才四個地方不一樣 那做完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OK呢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 我們一樣刪除看一下 P次篩選產業別 看一下 金融 金融沒錯 資訊 你會發現 很快就完成了 所以 P次篩選產品 客戶名稱 都一模一樣 所以只要改 其實少少的地方 但是 等一下會順便講一下 因為這 其實根本就少少的地方 那如果說呢 你會發現城市好像大部分都一樣 只有 城市裡面呢 其實這兩 這兩個可以算一樣的 這個就是他的什麼呢 藍位的名稱 這個就是 藍 那個總表的藍數 那如果我說像這樣子 你會發現如果寫 四個一樣的話 其實還 第一個不好管理 因為一樣的話如果四個有地方要變動 那你不是要改四次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想到 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改為一個所謂的共用的 共用的一個 程序 就是共用的Sub Sub 以後的話呢可以透過什麼呢 傳遞那個所謂的引述 引述的話就是透過什麼 這個小瓜糊 丟兩個東西 傳過來 變更就好了 那這個所謂的共用的Sub 或共用程序 他一定是要被呼叫才能使用 OK所以共用的程序 一定要被呼叫 怎麼做 我們等一下改給各位看 改完之後其實 不過這個概念跟 寫 Java 寫什麼都一樣 反正 所以我說寫程式根本都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 語法稍微改一下 就像說你有時候 講國語跟講台語 其實有些地方也都一樣 所以有時候你再去學什麼客家話 學香港 學廣東話 好像有很多地方是一樣 甚至韓劇裡面講的話 有很多地方也都一樣 對 等等啦 類似的有些東西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 拿他來相同 那你當然就 成為那個語言高手 所以很多語言高手不是重新又學一個 他是找出他們的差異性 像那個我 教程式至少教超過10中以上 那我都不是從頭啦 我一定先找出他們之間的差異點在哪裡 然後呢 再來針對那不一樣的地方 去做 實作 OK 一定要動手做 不是用嘴巴講的 所以剛開始也是很花時間的 但是慢慢慢慢摸索出了一條 我覺得還蠻簡單的方法 OK 所以下學期的話 會有個Python 那Python其實現在很夯 夯到一個不行 那個程式 全世界的程式設計師的排 那個 使用的語言 Python已經 快要 到前三了吧 不過第一名 全世界還是Java最多 第二名還是C++ Python大概第3或第4 然後VB的話可能還是第5還是第6吧 大概是這樣 你們可以查一下那個什麼程式語言排名那些東西的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請各位試一下就是 把剛剛的篩選 業務 改成叫篩選產業別 然後呢 並且 抓出 他們之間的 不一樣的地方 特別說 只有三個地方不一樣 三個不一樣裡面其實 應該在切割其實就兩個不一樣 那這兩個不一樣呢 如何把它變成一個 所謂的 共用的一個SHAB 那這個等一下再來看 好